着西乡着乐部落三号举行的布农族的传统祭典开墾祭 由着乐社区发展协会统筹办理 村长表示开墾祭通常是在11月到12月间举行 由于好几年没有举办了 现在希望透过活动举行 可以体验前人开墾辛劳的优量传统 着西乡着乐部落10月3号举行布农族传统祭典开墾祭 由着乐社区发展协会来统筹办理 村长表示开墾祭通常在11月到12月间来进行 由于好几年没有办理 现在希望透过办理活动来体验前人开墾辛劳 莫忘青根纷纭 吃苦耐劳优良传统 一个就是说今天一年一定要 一定要就是求上天求祖灵 让我们这一年不管是活种消灭 以后众子说一定要让我们上天祖灵 给我们一年的一个活种消灭 着乐部落选在活动中心来办理 着乐国小以及幼儿院的学生也都来参加 部落长者也都准备表演 布农族传统粗放式的原始农耕 以山田烧肯为主 每年或每隔几年总要找寻新的耕地 开墾祭具有强烈的确立耕地之意 立标告知其他族人 这块地已经有人准备耕种 族人表示已经立标的肯定 不能随便强肯 否则会受到诅咒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